鬼小二年級的協同小熊家境不好 在一年級的時候認知能力落後同學很多 其他課業也就跟不上進度 後來加入永林希望小學一個學期 透過非學校教師的專業課服 讓他認知能力大幅提升 課業也進步了 他很高興有這樣課服課程來幫助他 永林教育基金會發現 國內加進貧困造成學習能力落後的協同 大多都在東部地區 疑似在六年前以台東大協為基地 成立了永林希望小學 研發教材和教學方法 進入偏向部分的小學教學 特別研發補救教學的電子書包 提升弱勢協同的學習信氣 這個電子書包也讓來台參訪的 在美國著名佛羅里達州立大協的 閱讀研究中心教授很感興趣 在美國一個都不能落後的教學法案 來保障弱勢協同各方法的學習 但在台灣卻沒有立法 而且目前國內補助教學 都是教給現實老師來做 國內專家也認為 這並沒有辦法 有效提升弱勢協同的學習能力 我們真的會很期待說 我們有很多補救老師 可以像亭源老師這樣子 這麼專業 然後呢 真的就是可以 帶給孩子 一些學習 讓孩子受益 但是我剛剛說的 要讓一個老師變得這麼專業 那個過程其實是辛苦的 要有非常多的訓練 要變成整個教育政策 然後或者是整個主政者 要有決心說 我真的我就是要送最好的老師 給最弱的孩子 再過三年 台灣教師是十二年國民教育 在沒有考試的壓力下 外卻質疑學生的學習成績 會再往下滑 台媒的教育專家都建議 應該透過立法 避免這種情形發生 讓若是協同有反敗為勝的機會 東台新聞曾經也悲難相報導